8月24号十四时许 中国留学生叶京旺的父亲 收到儿子微信发来的 一段长13秒的绑架视频 随视频发过来的还有一段文字 叶先生根据对方要求 发邮件追问 当日 绑匪通过邮箱回复叶父 称叶京旺目前没事 并提出要80个比特币作为赎金 叶父表示 作为普通家庭 根本无法凑出如此高额赎金 8月26号 绑匪再次通过叶京旺的微信号 向叶父发来一段长约17秒的视频 爸 我已经被他妈绑了三天了 又冷又饿 爸 就回去 我想回去 叶家紧急筹钱 8月31号晚 叶父抵达悉尼 9月1号 据澳当地警方向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最新通报 叶京旺已被找到 现安全 身体状况良好 已和家人团聚 此前 有分析认为 此案不排除虚拟绑架的可能性 叶父回应 警方已确认这是一起绑架事件 我儿子在反抗 反抗用电机枪 击打了五六下 然后我儿子这个 就是被电机打得没有立起来 手脚都是绑起来 叶父表示 孩子是他用钱赎回的 然后他们从头到尾都是蒙着脸的 现在能够确定的就是 肯定绑匪是华一 据悉 绑匪要求的汇款渠道 为国内币圈平台之一的 火币网账户 9月2号下午 该网站相关负责人回应 经排查 暂未发现疑似款项回入 目前 案件仍在调查中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